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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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边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一直以来 关于我 很多人都会用张爱玲那句 成名要趁早来形容 或者是用流量少年来定义 可能除了陪伴我长大的粉丝以外 人们对我最大的好奇就是 小小年纪 你凭借什么成名 掌声的背后 你究竟又付出了多少 其实小时候的我 并不像往聚光灯下的舞台 那时候的我 比现在更要内向 因为没有才艺基础 一群孩子当中 我是最不被看活的那个 所以 从成为练习生的第一天起 我就拼命努力 周一到周五 在学校里面上课 这么两天就会早起 一个人乘公交车 去公司练习 那个时候 我十一岁 很多人说 这孩子不行 但越是这样 我就越不服气 你们越说我不行 我就越要拼尽全力 我很喜欢 《信仰之名》里的一句歌词 我拼尽全力 只会换取一个 不确定的奇迹 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 被否定 被质疑 到后来 被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 鼓励 几年下来 我的命运轨迹 确实发生了转移 对此 也有很多人问我 盛名之下 你是不是承受了一个少年 不应该有的压力 我不知道 用怎样漂亮的话去回答 我只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压力 但没有一份压力 都可以变为动力 这些年我很幸运 光环给了我 被大家看见我的机会 也让我更加心怀敬畏 2017年秋天 我通过高考 顺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而此前 就像我小时候参加选秀的时候一样 对于高考 没有人觉得我行 很感谢从小到大遇到的老师 是他们告诉我 什么事可以真正证明自己的途径 不要相信那些不劳而获的童话 真正强大而成熟的人 他们信奉的是天道酬勤 2017年9月 我进入了18岁 18岁 我的人生将会面临很多选择 不管面对什么处境 我们总有权利选择成为怎样的人 当我们选择将明星影响力 用在正确的世上 流量其实也会成为一种力量 我希望用自己的绵薄的力量 去影响更多的人 一起为这个世界发热发光 未来有你 鱼有容焉 2018 王俊凯和你在路上 此志 敬礼 2018年2月10日 家对我来说 是难过的时候一张巧然递过来的纸巾 是困乏中让人静静依靠的高楼 是迷茫中慢慢照亮前路的光亮 家就是有爱的地方 2018让我们继续努力 相信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让我们带着微笑 并肩携手 并肩携手 共同加油 图像画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